房书安要夜叹莲花怪 走进西山澳 不敢走大道走小道 结果抬头一看 遇上一个上吊的人 这人呢 还没死 正然手抛脚蹬 把这树枝震得哗哗之响 老房一瞅他真倒霉 怎么遇上上吊的了呢 有心不管 天底下也没这种事 见死焉有不救之理 尽管自己身上有事 也不能不管 房书安镇定镇定 赶紧站起来 看看左右无人 把上吊的人给救起来 轻轻地放在地上 活动他的四肢 老房这才发现 上吊者原来是个老头 这老头穿的土里土气的 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刀 身穿土黄布的袍子 不定 裸着补定 腰里还几根袋子 穿双洒鞋 一瞅这老者 全顾突出 两塞深陷 一把胡子都赶了沾了 好半天 才把这老头 就得缓过这口气呢 哎呀 行了 我老头 哎 行行行行行行行 老头慢慢把眼睁开了 这个天已经黑了 借着蒙蒙的月色 老头就一愣 我死了这是 肯定到阴曹地府了 不然的话 怎么遇上大头鬼了呢 方书安看出来 温老头 你别一神一鬼的 你根本就没死 我把你救起来了 看 你上吊那绳 还得上到挂着呢 我没死 你把我救了 一点都不讲 我在这过路 发现你上吊 我说你这老头真有意思 三百六十行 你干点什么不好 你怎么想起上吊玩来 恩公 你别拿我开玩笑了 上吊还有玩的 我是走投无路 我走投无路才寻辞短见 别哭别哭别哭 老头 为什么呢 怎么就走投无路呢 是受儿媳妇和儿子气呀 还是家里缺钱花 还是没什么 你跟我说说 恩公 其实说不说没用 丢人泻眼 不说吧 您是一片好心 把我给救了 干脆 我也不怕丢人了 我就告诉你们 什么丢人不丢人的 你跟我说说 反正是我能帮助你的 我是尽力而为 把眼泪擦擦 小点声 别让别人听见 就在这个树底下 房属安背着小片刀 蹲在老头的前边 这老头活动活动筋骨 靠着树坐下 一五一十就讲开 恩公 我就住在这山里边 往前走不远 有个屯子 叫靠山屯 恩 我听明白了 往下说 我老伴早就死了 给我撇下三个女儿 大姑娘嫁得洛阳了 姑爷是个木匠 小日子过得不错 二姑娘嫁得南省了 姑爷也是耍手艺的 居盆居玩居大缸 也能维持一口饭吃 就剩下小三 叫春花 跟我在家挑门过日子 可这孩子当初啊 不错 稳稳当当的 哪知道 今年他就学坏了 跟些不三不四的人 狗扯羊皮 一开始我不知道 后来我发现了 我能不生气吗 谁当爹娘的 不忘子成龙爱 就这么我就说他 劝他 无奈而大不优业 他根本就不听 表面上答应了 趁我不在家 还跟那些猫三狗四的胡扯 我说恩姑 谁家贪上这事不生气 一怒之间 我就把他打了 可打我的姑娘 她不学好 这有什么奇怪的 好吗 他把他那相好的找来了 把我用绳子捆起来 这顿锤子呀 好学没把我打死 最后把我压到空房子里 一天就给我一顿饭吃 您想 这些日子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那些人还说 告诉你老头 你女儿就是我们的 她已经不是你们家的人了 你胆敢再打你女儿 我们就剥了你的皮 我一看我活不了了 就这样 我用砖墙 把绳子磨断 我在后窗户跑出来了 兜里的一个老钱都没有 想回家回不了 你说我还活个什么劲儿 尤其家出了这件丑事 我也没脸见靠山屯的乡里乡亲 故此在寻辞短见 聊此一生 方说我一听也挺生气 哎老头 你姑娘多大了 十七 你说十七就学坏了 你早给他学配个人家就好了 贵心呢 姓段啊 台服怎么称 哎呀 山里人 又没念过书 所以我排行在老五 人家都管我叫段五 我这么办吧 老段头 你遇上我了 你就帮死了 我可以替你教训你的女儿 叫她赶先归正 把你送回家去 你看怎么样 那太好了 老头说完了 又犹豫上了 不行啊 恩公啊 您的心我领情了 不过您管不了 何以见得呢 因为啊 他最近又找了个相好的 这个人能耐才大呢 您要去了 不但管不了 或许把您这条命 还得搭上 是吗 哦 这家伙这么凶 你认识他是谁不 我倒不认识 我听他自己报过名 他是哪儿的 你跟我说说 他还不是咱们一般的人 他是个出家的老道 他说他是莲华门的祖门长 叫什么飞云道长 郭长达 咦咦 我说 我一听蹦了三蹦 把老头也吓了一跳 不是你说什么 这人长什么模样 长大个儿 宽宽的肩膀 头发 胡子都白了 看那样的岁数比我还大得多呢 是个老头子 对 说话是哪儿的口音 不像咱们本地的 好像南方省地点的 这我说不清楚 哦 他说他叫郭长达 对 就是他命人把我捆起来的 他使用什么兵人 你懂不 就是打人的家伙 你明白不 明白 我还看得挺深呢 他背着一对 恍惚惚 凉堂堂 好像买布 那齿棍似的 不过比那个大得多 背着那么两条 咦呀 西伯大头鬼一想 真是意外的收获呀 哎 没想到郭长达还走下道啊 勾穿梁家子女 做出这种风流的事儿来 我方说 俺今儿个要不走 这小道还真不值得比戏 看样子 这老头绝没说瞎话 王老头 你敢叫准 他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 那当然了 他跟我对面讲的吗 要不我怎么看得那么清楚呢 好了 他经常到你家去吗 今天我跑出来那会儿 我听见我们丫头又熟视院子 又剁菜 高高兴兴的 大概今天 那个姓郭的老道就上我们家去 哎呦 太好了 我们家谈着腻事儿 你怎么还说好呢 哎 我没说你 老段头 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不清楚 实目相瞒 我是倒坐南亚开封府抓柴办案的办餐官 我是无品带到御前的校尉姓房 我叫房 我叫房书安呐 大概提我 你不知道 再提一个人 你能有耳闻 知道白眉大侠徐良我 那谁都知道 我就是他干儿子 他是我干老 您姓房 哎对呢 房子的房 我叫房书安 哎呦 房子老爷 树小老人眼珠 我给房子老爷磕头 不必不必 老头 今天这事太巧了 我尽救了你 我也可能把这老道给抓住 既为国除害 也给你们家免了 栽了 问老头 你能不能领我到你们家去一趟 哎呦 房子老爷 就你一个人 恐怕够呛 哎呀 你放心 开封府的人呢 一个都盯十个 你就放下心去 你告诉我你们家在哪 就没你的事了 不过 房子老爷 我还有个请求 你说吗 倘若把贼抓住之后 您就高个手 把我丫头给饶了吧 别把他带到开封府去 抱得人一生气 再用狗头扎 把他扎了 怎么办呢 哎呀 可怜天下 父母心呢 你这女儿拿你没当回事 到了现在你还挂念她 罢了 罢了啊 你女儿年岁还不算大 这是受了坏人的拉拢 一步走错了 他只要能凡然毁用 不实名是个好人 这一点我还可以做到 多些放的老爷 别死了 哎 吃饭没 吃了 昨天吃 前天吃 废话 饭得天天吃 来 我这带着烧麦呢 这还有酒 你先吃点 是啊 你看您救了我的命 我还得吃您的东西 我绞虑于心不忍 哎呀 天下人管 天下事 吃吃吃吧 方叔安真热心肠 把叉烧肉 烧麦 酒 全递过去 老断头也不客气 虎宴狼村啊 时间不大 把方叔安带这点东西 吃些多一半去 大概把这些日子的本 全捞回去了 把老头撑着 直翻白眼 啊 啊 我吃饱了 饱了 再吃 我就闯不上气了 行了行了 起来活动活动 天也不早了 在投钱给我带路 哎 老断头 收拾收拾东西 在投钱走 方叔安 然后他跟着 简短结束 翻过两架小山梁 登高一望 在山沟里 真有一个小屯子 这屯子里里拉拉 有那么二三十户人家 因为天晚 人们都熟睡了 没有灯光 也许有 叫树躺着 看不清 他们从高坡上下来 顺着山沟往前走 就走进靠山屯 老头用手一指 方爷 您在这往里走 第三个黑门楼 就是我们家 我这进黑门楼 我要走错了 不能 我们家院里的 我柴火垛 您看着哪个柴火垛高 哪个就是我们家 你往前走 就那个门 好嘞 我去抓贼 你就在这等我 可不行上吊了 我召集你们 妇女团圆 哎哟 方老爷 我要死 我还是人吗 实在 您办不到 我再死也不晚 那对了 你找没人地方 就在旁边这蹲着 不管出什么事 你不要烂跑烂动 你也不必担惊害怕 哎哎哎 方叔安交代明白 手提小片刀一逼了腰 就进了靠山屯 按照老段头指点的方向 来到一二三 第三座黑门楼前 他一看土墙不高 瞧着脚往院里看清楚了 果然 里面有个大柴火座 比别人家的都多得多 哦 这回看清 三间房 屋里都有灯光 不但有灯光 还有人鸟晃动 大脑子一想 这叫该着 我常答 你老小子 这叫恶过满营 我真要把你给抓住 要算一笔总账啊 方叔安想到这 从地下捡了块小石头 扔到院去了 一听 没有狗咬 他心才放下 站起身的两腿一飘 飘落在院中 你得看方叔安能呢 不能 对于这一套 也不含糊 灭族前宗来到窗灵台附近 见左右屋人 用蛇尖 运湿窗灵纸 点了个小窟窿 使了个木匠 单掉线 往屋中观看 屋里点的是蜡灯 照的平亮 有一女子 正对着镜子 描眉打扁 一边收拾 一边乐 然后把箱子开开 又取出几套衣服来 穿穿这件 又穿穿那件 方叔安心中安想 甭问 这就是老段头的三姑娘春花了 嘿嘿 心说这女孩子要小坏了 还没知呢 嘿 你看他这个架 正在等野汉子 你爹的死活 你是全然不顾 都丧失了人性 等我要把你抓住 这好好教训教训 就见这个女子 收拾完了之后 把围裙系上 到外屋去了 然后端进一个托盘来 上面摆着好几样菜 就摆着桌上来 搁了俩吃碟 两双筷子 又放了一壶酒 然后摘耳头 听了听院里的动静 方叔安知道 今天晚上肯定来人 这不都准备好了 这不都准备好了吗 肯定等的是郭昌达呀 他心里就在想着 后窗户 想了一下 这女人听得清清的 是师父吗 无良寿佛 是我 快开门 方叔安一听 吓得脑袋 嗡了一声 赶紧离开窗户台 一转身躲到柴火锅后头去 露出半拉脸 暗中窥视 就将黑影一闪 进了屋了 老方一想 是不是郭昌达呀 这我得看准了 然后再下照理 第二次 他又到窗台附近 从窗户上的小窟窿 往里看 这个老道 正好几倍朝着窗户 看正了 看不着 但是从背影上看 就是郭昌达 尤其他夸的那个兜子 身后背的那对两天尺 是一点不差呀 听声音也是他 方叔安就叫人热血沸腾 激动的要命 心说王八蛋 我这会儿把他抓住才好呢 又一想 忙中有错 可千万要沉住气呀 尤其我这种能耐 要想抓郭昌达 是谈何容易 就得使迅香盒子 看来我带这玩意还带对呢 就要听老道问春花 你爹呢 我爹在空房里锁着呢 你去看看他 哎 防窗杆竟然躲着柴虎后头去了 就叫门一开 春花出来了 老道在后头跟着 搬那个屋去了 一混 他们俩又回来了 老道就骂 碰 反通 连他你都看不住 什么时候跑的 你都不知道 呀 可不是这么的 今天我就疏忽这事了 一天没给他送饭 要送饭 我也就知道了 我说他这一跑 要禀报官府怎么办 你还是带我走的呢 嗯 别怕 他就禀报官府 也不敢对我如何 今天晚上先这样 明天 我可以带你回庙 在庙上一住 管保平安无事 我今儿个就觉着心惊肉跳的 不能出事 哎呀 出不了事 他们也找不到这来 就找了有个百八十个的 我也不惧 说着他们就进了屋了 房属安刚想过来 那老道又出来了 背着手往院里看看 又往房上瞅瞅 春花在后的跟着 你怎么了 你怎么不进屋 哎 你爹这一走 我也有点恐惧 我得先看看 外边有没有人 呀 说的怪吓人的 那你得好好找着 是啊 噓 老道上了房了 扎着被往四外光暗 遗憾没什么变化 又飘落到院中 奔柴火堕来的 房属安一丑 妈的妈 我的老子这怎么办 他轻轻的往后一腿哭通 好些没掉坑里头 闹了半天在他身后 是狗圈 当初这养的一头要大黄狗 因为这狗碍事 来生人他叫唤 所以头几天 把这狗给勒死了 杀着吃了肉了 光剩下这狗圈 房属安栽的里头就没敢动 把身子靠着狗圈的土皮墙上 密伏着眼镜 是避住呼吸 老道到这往四外看看 一手没什么变化 长出了一口气 没事 该喝酒咱就喝酒 该欢乐就欢乐 哎 我这就准备 房属安就认为这老道走了 那只老道不但没走 把裤腰带解开 尿了泡尿 这泡尿是又长又骚 整个都焦到房船脸上 大脑子也没敢动 心中难想 他把倒了鞋内了 好你个郭长达 你他妈损透了 你这是故意冒坏啊 还是无意之中的 其实老道不值得这有人 要值得能不抓灯 尿完了把裤腰带系好回屋了 房属安找个没人的地方 这顿甘愿呀 把脸上的尿都擦净了 先说然后咱们再算这笔总账 他在外头等啊等啊 又过了一段时间 屋中是灯光止灭 房属安一伸手把薰香盒子拿出来 把消息检查检查完全好使 又掏出解药的 自己闻的鼻孔上 那又是不没鼻子 没鼻子也能闻着闻 闻完之后 端着薰香盒子 二次进了院 要捉拿郭长达